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复力上升的觉醒 可以迅速的解决血量回复不足的问题 4倍的增伤技 也可以作为火力输出的辅助效果 若要更深度讨论 9000多的HP 装备在水属性的角色身上 还能够更进一步的提升血量 个人建议这个装备至少要有一个在手上做使用 熬魔的武器 过去本体和装备都被诟病的熬魔 终于在这次的分歧进化中有了改善 技能从原本强化配重力解脱 换成了实用的解绑 以及觉醒无效全回复 额外提供50万的固伤三次 可以用来攻略裂界使用 CD时不算长 也能够在入场不久便存到 云耐性配两个邪魔耐性 让我想起富士剑合作的香良中介 装备的觉醒相似 我个人使用的机会也是相当多 额外再配一个三耐性的装备便可以补满 技能的泛用性称不上高 但却是能用的 只是没有附加解禁销 加上云耐性装也不算少的情况下 并不推荐一定要入手 金雷弓的武器 技能是相对少见的光横牌觉醒增伤技能 现环境有相同技能的 只有柯南的服部频次 和地下层的桥姬 而且两者都没有装备进化 过去不被使用 主要还是受限于本体的能力不佳 直接入队或计程的可能性都偏低 但装备后的金雷弓 给你计程外 还提供两个增伤来源的光横牌 跟现在的名上 或是小狼队伍 配置度都相当的高 装备绝对称不上泛用 但对于喜欢横牌队伍的玩家 有一定的吸引力 也可以作为速刷的增伤使用 建议可以持有一只 黑龙武器 我个人觉得这一个装备是这一次的禅殿奖 原本以为是崭新的两回合四色天降技能 却受限于两回合无天降 无法用作排行榜外 实战上虽然能够确保紫金色的掉落 也不比直接转版技能来的优秀 使用上相当不容易 觉醒有追打 攻条 以及一个邪魔耐性 都属于必要性相对低的觉醒 代替品也很多 建议将角色进化成 先前的四耐性形态会比较实际一些 灭金龙的武器 主性强化以及暗珠强化的觉醒 跟通灵王合作的角色装备相似 但隔壁加的有增伤效果 而这边提供长时间的减伤 使用上我个人比较喜欢这边 现在动辄都是超过百分之百以上的重力 技能刚好能够用来应付这种不合理的情况 CC数也不算高 算是相当容易存到 觉醒也相当优秀 提供暗横排队伍需要的火力增伤组合 额外的两个方案使用性也很高 这个装备与猫头鹰和游戏队伍的配置度也不错 建议有在玩类似队伍的玩家可以入手 五月龙的武器 马上映入眼帘的就是五个超多的耐性 有配合战国武装的话 可以马上凑满所需的数量 只是主要以邪魔为主 而不是其他两个觉醒稍微可惜 技能是非常少见的四回合延迟 跟火属性的侦探装备一样 但侦探有额外的SB与毒耐性 相比之下这个装备就显得逊色了一些 在特定情况甚至比黑魔导的延迟还不使用 加上本体的用途也不大 建议可以作为代币使用 冰咒龙武器 难得的枝豆被水强化觉醒 额外的防防效果也不错 配合技能可以很容易发挥出觉醒的特效 技能能生成大量的20颗水珠 这大概是除了花火以外 生成最多数量的技能 只是这个回复力变灵的副相效果有点可怕 特别是无法一次把敌人收掉的情况下又损血 很有可能会有回复不足的问题 水属性的枝豆在实战上 用处还不如火队和光队使用 建议保留本体比较合适 王黑龙的武器 4个火珠强化超多 重点是技能 一气同样有4个强化的火龙 和5个强化的睡魔女的装备都还要万用 2回合属性吸收和伤害吸收无效化 本身技能就算是稀有性相当高的组合 能够取代的装备并不多 特别是有像这样子 而外为队伍提供火力输出的觉醒组合 俗耐性和按耐性 都是在装备里面相对缺少的 两者搭配起来相当吸引人 角色的本体也可以作为火队主要的贯穿输出手 如果是我的话会优先保留本体 使用不到的时候再转装备会比较好 霸龙的武器 是这一次装备里面有一个复向效果的觉醒 回复减少 换来很多有的没的大杂会组合 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各个觉醒的替代品都相当的多 需要SPE牺牲回复代价蛮大的 技能提供两回合的积减 CD数虽然不高 但使用的机会也不大 不建议分析进化成这个形态 再来是这次新增加的角色们 虎星的怪鸟 本体有双贯穿 配上超觉醒可以成为平衡杀的特化打手 只是双贯穿火力偏低 面对一般敌人还是有输出不足的问题在 装备非常的好用 是目前唯一平衡杀 配火珠强化的组合 平衡杀能够选择的很多 但这个装备能够进一步特化火属性的威力 技能数偏短 CD4的回血和3颗生成 存到2技的问题蛮大的 因此给主要的输出手 或是技能需要常开的角色搭载会比较好 例如炎勇者 就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 虎星入手难度不高 因此会建议能够持有一个 白海龙 马上看到的就是非常突出的3个COMBO强化 可以3个L字 自身的攻击力在突破后也有3,400以上 作为光属性的输出手相当优秀 不过要注意 光属性是龙type 或是攻击type的平衡贯穿打手偏多 不见得要把这只角色作为主要的输出手 加上SPE也只有1个 天生队伍也难入队 但更要注目的是技能 解静消 觉醒无效解除 光是这一点 只需要CD9就相当不错 加上还有水 光的属性各5颗生成 也可以补足版面的不足 要找到是同样攻击type 又解状态的角色 大概就只有我因的夜幕 所以稀有性相对高 队长技也是目前唯一的水光两色故伤 可惜这个队长技出来的有点晚 许多合适的队长目前都不大能够搭配 加上队长技限制水属性的HP加成 跟夏日死女神一样 有组队困难的问题 使用不会有障碍但不推荐 装备保留了原先优秀的技能 觉醒也很好 3个光珠强化与L字 补充火力之余 L字也可以作为增仓解锁使用 对于没有云魔女 或是米老鼠装备的玩家 是一个等价的替代品 给任何角色搭载 都不会有二技存到的困扰 最后是新增的大奖 冥赤龙 火属性唯一不是变身角色的四贯穿觉醒 终于出来了 先不论角色的输出如何 来看一下队长性能 总回复力会积减 火属性的HP2.5倍 火6颗以上攻击力上升 最大22倍 原本双边队长技 这两倍血的情况下都可以轻易得到15万左右 2.5倍更可以突破20万 加上角色的血量超过1万以上 要叠加HP是相当简单的 总回复力积减这一点 已经确定了角色 无法靠其他回复辅助队员的帮助 提升回复量 因此黑白回的队伍可能会重现江湖 只是角色本身没有减伤 面对100%以上的重力 基本上不靠技能 是无法帮助的 所以必要的对色需要想好 另外 比起攻略 这只要用作速刷也相当合适 角色的技能可以确定生成10颗火珠 骨珠贯穿的数量 也可以做横牌爆发 各有好处 11只队长条件限制高 队员入队合适的角色 装备也有分歧进化 火属性的版本 提供3火横牌以及龙杀 杀手在修罗使用度不高外 其他的关卡用途都蛮多的 火横牌的火力增伤也不错 但比起装备 本体的能力较佳 暗属性的装备 有着跟我影角色相似的觉醒 防防配强化珠 额外的一个风力耐性我相当看好 技能会依靠暗珠的觉醒数量攻击力上升 还外加全版面暗回复的生成 CD数也不长 要作为增伤使用 或是转版都很实际 比起火属性的装备 我个人好像比较会偏爱暗属性的版本 但一样 不是必要的 可以考虑使用本体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一次的介绍 不知道大家觉得新角色的能力怎么样呢 我是觉得不愧对实时机的性能 但复刻次数多 要全部投下去也是一笔金额 所以大家还是要审视一下包包的角色 再决定哦 喜欢我的影片 希望能够帮我按赞和订阅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